噴了在哪裡啊? 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這款很漂亮的雲石紋六角形化妝品 之前我在IG買的時候馬上把圖放上去問大家想看我開箱 還是用完之後才做個review 很多人都會說開箱或者兩樣都拍 所以我今天就和大家一起開箱 我之前是沒用過的 還有用它裡面的化妝品化我現在面上的這個妝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這件事好不好用 我第一次用它的用後感的話就要繼續看下去 其實今天我是畫了眉 還有我有偷雞用了一點遮瑕膏 因為其實裡面沒有遮瑕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本身化妝的遮瑕膏 都是用了遮瑕膏才上粉底的 希望一會兒裡面的口感顏色不會太過白 因為我已經選了23號 它們最深色的 但是我深信韓妝來說都沒有我這麼黑的粉底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開箱和試上我的臉 它這個雲蛇盒做得都蠻精緻的 它是一個磨沙面 也看上去不算很廉價 但也不算很高貴的說真的 其實我自己都不記得裡面有多少東西了 兩支唇膏 這個應該是眼影再加上胭脂的 還有它那個Cushion Foundation 還有一塊超級無敵迷你的鏡子 鏡子的背面也是一個雲石紋 然後是玫瑰金色寫品牌子 認真看上去那塊鏡子 剛剛好會照到整個樣子 但要去到這麼遠都還是看不到我的頭頂 所以這塊鏡子可能放在辦公室那裡用 我們主要補妝的時候去化就最好了 如果你說我在家裡化妝的話 我應該未必會用到這麼小的鏡子 然後這個就是Cushion Foundation 它一樣 其實全部東西都是同一種質地的盒 雲石面這樣包 我也是一個非常容易被他們 外觀吸引到的一個人來的 去買東西 我也是上網在Facebook看到他們的廣告 覺得這套東西真的很漂亮 所以就買了它回來 紋芯這個雲石紋 我覺得有點一般 我再近一點給你們看 你見不見到它是乖乖的 我覺得不算是很精緻 而且它的口是有些膠 即是不會說很有質感那種 打開這邊會是鏡子 然後有個泡泡 那泡泡摸下去也軟熟的 但不會說非常舒服那種 開了它之後 它就不是掀開那種Cushion 反而是怎樣的呢 先試一下 它就是這樣按下去之後 就會這樣有些粉底 那我就想給大家看 聞下去它的香味也挺重的 而且不是一個非常討好的香味 然後我覺得它的延伸性 不太好推 個人認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喝了酒 其實今天皮膚真的超級乾 超白 它不是超級無敵乾窄的那種Cushion 它看上去是 但你會看到它有光度的 但是呢 就是那種陶瓷光來的 不是那種很水潤很水潤的感覺 而且妝感呢 我好像是落得重手了 所以我覺得有少少厚 我覺得這個妝感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呢 它這裡已經進入了我的紋裏 我平時的髮令紋不厲害 但是它已經進入了 我現在的臉是白過 身大約是50度左右 超恐怖啊 怎麼辦呢 我影片還有沒有可以繼續拍下去 好害怕啊 那時間的關頭 我先加了一些鼻影給自己 找到鼻子 之後呢 就會是小一點一盒 裡面是會有眼影和胭脂的 希望會好一點 還有 希望其實粉底 它設定好了之後 我會比較喜歡 不然 我真的用不著 都不知道怎麼辦 買了回來 其實它全部包裝都很相似的 之後呢 是雙層的 一邊是粉狀的眼影 然後呢 這一邊就會是胭脂來的 Cream狀的 這個眼影看起來不錯啊 它那些閃粉都很漂亮 而且好像很閃 這個眼影 它算是一個顏色 蠻柔和的眼影 一個就是香檳金色 另一個就是古銅的 因為我的膚色呢 始終比較深 這一種顏色的眼影呢 都本身不會太顯色 其實我現在這樣塗了一層之後呢 那個顏色呢 也是蠻透亮的 那個透明感蠻重 它不是那種歐味 很深色很顯色的眼影來的 那我現在試試塗深一點的 希望可以做一點點眼睛的輪廓出來 那其實看起來也有個低調的眼妝 但是也會精神的 因為它的光澤感都漂亮 因為那些閃粉是不是粗粒的 它們是很幼 但是會有存在感 我覺得如果你是日常上班 想精神一點點 化一個永遠都不會失敗的眼妝的話呢 這個眼影是都很適合的 還有如果你的人是白一點 沒有我那麼黑 其實眼睛會突出一點 因為我那麼黑 是真的有影響到的 好了 那我先畫眼線和Mascara回來 那說真的 我自己是挺喜歡這個眼影的 我覺得它也算是一個精神 低調 還有可以每一天都用到的眼影 這個反而我是覺得OK的 然後另外這一邊呢 就是一個胭脂 那我現在就想在臉上 那我今天的東西都是用手上的 因為我希望看可以不用任何的化妝工具 都可以化整個妝 我忘記在手上給你們看 它的顏色呢 是一個很自然的 這一種是什麼顏色呢 我覺得是乾燥玫瑰色 還有我覺得這一盒真的很適合新手用 因為它的顏色呢 是很容易變得雲巡 然後不容易失手的一個顏色 它上面的時候不會非常顯色 你可以慢慢地堆疊 當然因為我拍片 我就再做深色了給大家看清楚 它的顏色 然後它是兩支唇膏 一支應該是潤唇膏 另外一支就是唇膏 它也是這種雲石 都是六角形的 還有玫瑰金這個組合 都真的沒得輸的了 相比起剛才的Fusion和眼影盒 這個質感是好一點的 而且它的重量也敘手一點 沒有剛才那些那麼輕飄飄 所以我覺得這支唇膏的整體感覺 是高級一點的 它的潤唇膏就是這種粉紅色的潤唇膏 有些舊式的感覺 好像小時候媽媽用的那些 扭盡的了 只有那麼短的 暫時感覺OK 它的潤唇膏也有剛才菇筋的香料味 但它沒有那麼厲害 其實這支味道是很熟悉的 但我是說的也說不出它是什麼味道 還有它是有輕微的溶化在嘴唇上的感覺 但不是一層油的感覺 所以也不錯 而且帶出去補的話也挺漂亮的 它是一個很甜的 它不是糖的那種味 真的是甜的 好搞笑 是好還是不好呢 整件事 然後之後 另外那些 樣子一模一樣的 那就是一支唇膏 色號是804 Adele 這支顏色是有少少偏向珊瑚紅色的 這個唇膏塗出來的顏色其實是粉嫩的 是漂亮的 是搭配夏天的 但我覺得它跟我的頭髮顏色就不是很搭配 但它真的很韓妝感覺的那種橙橙 一些珊瑚橙色的唇膏 我覺得是漂亮的 而且如果你的膚色是白的話 它是很搭配膚色的 那塗上嘴的感覺呢 它沒有東西張著嘴 然後一點都不會黏 塗上去是順滑的 而且它跟那支潤唇膏不配的 我原本是塗潤唇膏再塗上去 它是上不到顏色 我是要抹潤唇膏去塗它 所以如果你現在看到這個效果和光澤 純粹是來自這些唇膏 不是潤唇膏的效果 我覺得它也算是一個有半光澤 不是全MAC 不是全牙色的唇膏 然後它遮唇色的能力大約有七成左右 它不可以完全遮我本身的顏色 然後它不會很難推的 它都容易去推開 然後它的顏色也不會太死實 好像一層東西在嘴上 我覺得其實都還可以的 但如果你說它本身是二百多元 我就覺得不是太值了 好,那我就試完這東西裡面 那四樣化妝品上了臉上給大家看 不知道你們會覺得這個妝的妝效是怎樣 我自己第一次用上臉上的用後感 就是覺得這個妝效是不合格的 第一個顏色真的白過我太多了 這一刻你可能會覺得 塗上其他東西沒那麼厲害 但如果你看看剛才剛剛化完的樣子 簡直是...真是危機 而且它真的會卡住我的法令紋 你看到現在一笑呢? 這條法令紋很深啊 這個位置 對於我這些沙漠肌乾肌的女生來說 我真的覺得如果夏天都是這樣的表現的話 冬天秋天就不需要考慮到它了 真的都很乾啊 我覺得 第二樣東西就是這個眼影和胭脂的一個組合 非常之推介這個 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因為這個眼妝呢 我平時很少化一些那麼低調 我通常都是比較深色啊 用一些深色色blend開眼線的嘛 但是這個眼妝呢 它是有一點點光澤 剪粉得來又不會浮誇 很適合每一天用啦 很適合上班啊 或者剛剛化妝的人 不太會處理很多顏色的話 這個也是非常之好的選擇 而且它那個creme blush呢 是非常之好啦 很好推啦 顏色和粉底很容易融合 不會起色快啦 然後之後持久度呢 我就真的未試到啦 可能遲些我找一天再試 或者我會帶它去旅行的時候用呢 那大家就會知道它的持久度啦 然後之後呢 一支是潤唇膏 還有另一支唇膏 那兩支呢 我都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會不會要衝過去買呢 就未至於啦 那如果你問我買不買得過的話 那我覺得都還可以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很喜歡雲石紋 或者你是想送給朋友 他又是很喜歡這些紋的話 又很喜歡這些樣子的東西的話呢 其實買得過的 我又未至於覺得它差到用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問我是不是一定要去買它 一定要擁有它呢 我又覺得未至於的 好啦 那我今天的這個開箱兼 First Impression的化妝品片呢 就來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Upload幾條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